为什么说西游项目篇是周星驰写给初恋的一封情书 说起周星驰的女友 很多人会想到大话西游中的紫霞朱茵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星夜的初恋罗惠娟 如果你想做到人生无憾的话 这是卢慧坚去世后留下的最后一言 我们无法确定这番话是对谁说的 但是可以肯定星爷一定听进了心里 说起这两人的过往 一切都要从盖世豪霞说起 剧中两人从互相讨厌开始 到后来可以结婚生子 在现实中的两人也因一起生情走到了一起 只可惜戏中的幸福可以永远定格在大结局 而戏外两人在三年后结束恋情 从此各奔东西 在电视剧《盖世豪霞》中 星夜扮演的角色是段飞 西游项目片中 舒淇扮演的角色没有名字 人们称呼她为段小姐 在电影中段小姐向玄奘告白 但是我有一个小女孩 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跟她一起出自家庭 是个小宝贝 然后简简单单地过生活 那个也是 这一段的剧情 基本上是两人曾经的过客 段小姐在电影的最后得到了玄奘的恢复 第一次见到 就爱了 可戏外的周星驰 却再也没有机会向那个人表达自己的心意 而周星驰本人也对这段话有很深的情节 不许当往是不在 能做的只是在电影中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 周星驰为了省钱 邀请马云拍戏 反微认为是电话诈骗 在拍摄西游项目片时 周星驰有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就是把孙悟空的72遍的形态 完整的给展现出来 当时计划是找72个演员 去半夜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 不仅会有国内知名的影视剧情亮相 甚至还联系了国外友人 来展示孙悟空的诸多变化 但是这个想法虽然创意失足 但是想要完美实现 却是有很多困难 首当其冲的 就是演员片酬问题 如果是一两个角色的客串 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对方不说片酬倒也说得过去 但是72名知名影星 一分钱都不可能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此这些人的片酬 将会成为剧组最大的破单 说到万灯的金钱 星悟在一瞬间就想到那个男人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惹着对方对钱没有兴趣的态度 星悟想到 如果能找对方出演 马云要是演嗨了 说不定能给电影拉笔投资 于是趁热搭铁 连夜拨通了马云的电话 上来就是自爆加门 我是周星驰 我要找你演电影 而接到电话的马云 却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十分果断的挂了电话 去年有人跟我说过 说这个周星驰 让你去请你去参加一个电影演 孙悟空是吧 那时候有人跟我谈的时候 我心里气息 周星驰早在我估计下转 肯定是假的 听着电话那头的盲音 星悟瞬间就懵了 心想这才是第一个演员 操作起来就如此费事 如果是把人都凑齐 不得挨家挨户 求爷爷告奶奶 才能达成所愿 在一番深思熟虑下 最终放弃了72遍的创意 只留下黄渤的人形态 和葛行驰扮演的妖王形态 而马云在择之死事后 非常淡定地表示 拍个电影而已 我上我也行 罗志祥本色抽烟 周星驰看了空虚公子 都要甘拜下方 在拍摄西游相谋片时 周星驰一开始是给自己留了角色 那就是驱魔三杰中的空虚公子 江湖人称 慎虚大师 按照原剧本的设想 空虚公子出场 必定是高贵一个高标准 八个货真价实的爵士美女 正儿八经的从天而降 引出高高在上的空虚公子 专业气氛组高调出场 该放BGM的放BGM 该蹦迪的蹦迪 该跳舞的跳舞 随后一波花里胡哨的特效 介绍空虚公子的强大 等高调的人设铺点完成后 被孙悟空一巴掌拍色 要的就是这种跌宕起伏 无限反转的快感 然而等到正式开拍时 工作人员突然表示 找到了一个比他更适合 出演空虚公子的人 而周星驰当然是不相信 但是拗不过工作人员的坚持 只能与罗志祥见上一面 这个角色原本是我自己一人 哦这是谁要演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空虚 很磁磨很软的人 但是我感觉其实他比我更更空虚 当看到对方脸上厚厚的眼袋时 星驰才发现自己输了 只能人通歌爱 虽说角色给了罗志祥 但是这角色待遇 却被星驰利用植物之变 进行大量魔改 首先是八个爵士大美女 演成了荒莹四眉 专业气氛组原理下稿 BGM和特效全部魔改删减 甚至源于来突出 空虚公子人物形象的气氛 也通通删除 角色气质通通用台词来表示 拍摄故意不给黄原色媚台词 要求他们随意发挥 即使出现错误也坚决不喊康 就是让罗志祥疯狂尬言 你就听清楚哦 话不要乱讲话哦 那那 这两个字会不会读 是圣虚 不不不 是空虚 我是圣虚公子 不不不不 我不是空虚公子 我是圣虚 都你 我从 我告诉你啊 我从小圣就 我从小就很空虚 圣这一块呢 我有好好保护